过去半年,徐凯简直是荧幕上行走的荷尔蒙,其今朝,古运翩翩,成欢季里,她是西装笔挺的霸总,眼神一领,职场风云变色,转眼暑期你比星光美丽,换个女主再续前缘,但不变的是那穿西装的帅气模样,让人直呼,这哪是剧啊,分明是西装秀场。 杨子与谭松韵,两位90后演技担当,娃娃脸甜煞众人。谭道和徐凯的CP感,嘿,这可真是场星光与甜蜜的较量。 你比星光美丽里,谭松韵与徐凯上演的,不是素食爱情,而是十年暗恋中得见的深情大戏,这哪是霸道总裁爱上我,简直是我等的花都谢了,你才来的甜蜜吐槽。 不过嘛,他俩并肩作战的模样,确实让人直呼真香,不是俗套,是超甜升级。 谭松韵这童颜秘诀,简直是逆生长界的MVP。 34岁又怎样,颜值依旧在线,又太脸让他引起大学生来毫无压力,说是洞灵,都怕委屈了他这永不毕业的青春感,到了职场,短发一剪,鸟边盖练女强人,技术宅的稳重与年轻人的冲劲在他身上完美融合。 谭松韵创业路上,那骨子不服输的劲儿,简直让人拍案叫绝。 他的眼神清澈如全,仿佛能一眼望进你心底,让人不由自主跟着他的节奏走,和徐凯搭档,起初还担心颜值不搭,结果一入剧情深似海,CP赶爆棚,简直是真香现场,让人直呼,这CP,我磕了。 男主那十年的暗恋,全在徐凯的眼神戏里了,看得人心痒痒,从克制隐忍到爱意爆棚,就像爆米花机里的玉米粒,砰一下就炸了。 两人心意相通后,那甜蜜程度,简直是给单身狗撒了把糖。 网友直呼,牙都甜掉了,求放过狗粮。 在影视作品中,演员之间的CP感往往能为剧情增色不少,成为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。 近期,谭松韵和杨子这两位拥有娃娃脸的女演员,在与徐凯搭档饰演小娇妻的角色时,所呈现出的CP感却有着明显的差距。 谭松韵以其灵动可爱的形象和出色的演技,在与徐凯的合作中展现出了一种清新自然的CP感,她的娃娃脸赋予了角色更多的纯真和俏皮,与徐凯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甜蜜与温馨。 无论是眼神交流还是细微的肢体动作,都让人感受到了两人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情愫在悄然生长,仿佛他们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,一笔星光美丽是谭松韵与徐凯的首次合作。 故事虽始于一段看似俗套的玛丽苏情节,撞车情节真的是十年亘古不变的烂俗剧情了吧,但在两人精湛演技的加持下,却变得与众不同,还是让喜欢看甜蜜爱情剧的姑娘们欲罢不能,谭松韵扮演的女主角,从青涩的学生到干练的职业女性,每一个转变都让人感受到成长的力量。 而徐凯饰演的男主角,是对女主有着长达十年的暗恋。 十年哇,听起来是不是很梦幻,这场暗恋让她听声音就能识别出女主,虽然有些离谱,但挺考验她的演技,剧情还是触动着观众的心弦,两人在剧中的每一次甜蜜互动。 无论是那令人难忘的百万公主抱,还是不经意间的眼神交汇,对视都会感觉眼神在拉丝,他们的CP感达到了顶峰,让人相信,真正的爱情,就是这样的简单而美好。 在另一部作品《成欢记》中,杨子与徐凯的合作,则呈现出另一种风情,这是一部以家庭群像为背景的剧集,家庭剧本就没有爱情剧那般甜度超标。 不过好在,杨子所饰演的角色经历了从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,演技稳定且富有层次感,尽管外界对她的状态有过不同的声音,但她依旧用实力证明了自己,与徐凯在剧中的情感线,从最初的陌生到逐渐的熟悉。 再到深爱,每一个细节都被处理得恰到好处,这两部影片中,徐凯的人设都是霸总,但是谭松韵与杨子,两位娃娃脸的女演员,与徐凯搭档时,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CP感。 这背后,不仅仅是演技的较量,更有角色设定与剧情发展的巧妙安排。 谭松韵实在是太幼太脸了,不说实际三十家的姐姐,剧中她演绎大学时期,梦回当年的耿耿,她的脸实在是太鲜小了,看起来就非常的朝气蓬勃。 剧中她与徐凯的深情,由于徐凯暗暗喜欢了她十年,看向她的时候那份温柔。 剧中的各种亲亲抱抱,让人看到了爱情的纯粹与美好,真的是令人尖叫,太甜了。 而杨子其实演技是很稳定的,在成欢季中,她要演出来三十家的稳重,哭戏都还是很感染观众的,剧情的设定,他们从陌生开始,难免不会太甜,毕竟女主刚结束一段糟糕的感情,年纪再大了。 并不是小女孩了,又进入新的一段感情,感情线难免有点莫名其妙,被网友蜡评偷感,CP,她跟与徐凯的CP,多多少少没有谭松韵和徐凯甜,感觉更大的原因就是出在剧情设定上。 但两位都属于高学历高职人才,喜欢高干文的姐妹应该会很磕。 大家对于不同CP组合的喜好,往往源于对爱情的理解与向往,这也正是影视作品能够触动人心的根本原因。 谭松韵、杨子与徐凯,三位才华横溢的演员,通过各自的作品。 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多样性和美好,无论是谭松韵与徐凯的星光浪漫,还是杨子与徐凯的烟火温馨,都让人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。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,那些能让我们心动的瞬间,才是最珍贵的财富。 在影视剧中,每一位演员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爱情的真谛。 而我们,作为观众,也有幸见证着这一切的美好,而杨子在与徐凯的搭档中,所呈现出的CP感则有所不同,或许是角色设定或者表演风格的差异。 他与徐凯之间的化学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和直接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合作不成功,只是在CP感的营造上相对较弱。 然而,对于CP感的感受其实是非常主观的,不同的观众可能会因为个人喜好,对角色的理解以及剧情的设定等因素,对两位女演员与徐凯的CP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。 诚欢记里,杨子变身叛逆林家女,从爸妈的小棉袄到酒店接大boss,这转变比穿剧变脸还快。 谁说乖女孩不能逆袭,麦诚欢用行动证明,婚姻告急,自我崛起,酒店一开。 霸气侧漏,杨子这演技,简直是橡皮泥级别,捏啥像啥。 从林家小妹到酒店女王,情绪切换自如,比翻书还快,说她是硅胶脸,那明明是镜头太爱吃她的盐,不小心多亲了几口吗? 瞪眼妆嫩,明明是眼里有星星,闪烁着对梦想的执着与纯真,至于一眼看穿的吐槽。 哎,那只能说杨子的演技太有辨识度,让人一眼万年,爱上就戒不掉。 和徐凯CP感,初看向俩平行线,越品越有味,就像咖啡里的方糖,慢慢融化,甜而不腻,感情线莫名其妙,因为那是细水长流的魅力。 相处中自然流露的吸引,比素食爱情香多了。 徐凯这眼神戏,简直是偷心盗贼啊。 和麦诚欢还没分手呢,姚志明就盯上了,这偷感CP名,网友真是起名鬼才。 两人往那一站,高干文气息扑面而来,小说党直呼内行,这味儿,正。 吻戏虽少,但巴士上的那一吻,简直是浪漫界的MVP。 上海夜景当背景,烟火气里谈恋爱,这谁顶得住,至于徐凯和谁,CP感最强。 值得一说的是,杨子也和徐凯搭档过,也演过霸总小娇妻,不过虽然同为小娇妻。 但她们呈现出来的味道,却是天差地别,让人不禁感叹,同样是甜,却甜得各有千秋。 先来看看谭松韵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的表现,剧中的她饰演的寄星,从一个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,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职场丽人。 这一路上的成长与蜕变,让人看到了坚韧不拔的力量。 谭松韵用她那张娃娃脸,演绎出了一个外表看似柔弱,内心却无比强大的女性形象。 她那干练的短发,不仅象征着角色的职业转变,也透露出一股不容小觑的女性魅力。 在与徐凯饰演的韩婷之间的互动中,那份青涩而又成熟的爱意,让人感受到了岁月沉淀后的深情,再来看看《成欢记》中的杨子,她饰演的麦成欢。 就像是一位邻家大姐姐,亲切又温暖,不同于谭松韵的职场酷姐路线,杨子选择了一条更加贴近生活。 充满温情的道路,《外成欢》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温馨与期待,她不仅拥有高情商,对待他人总是那么体贴入微,而且在面对挑战时,她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智慧。 尤其在接手家族产业后,她凭借自己的努力,让新安里酒店焕发新生,这份坚持与付出,让人看到了女性在逆境中绽放的光彩。 谭松韵与杨子,虽然都拥有一张娃娃脸,但她们在演艺霸总小娇妻时,却各自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。 谭松韵的季星,是那种经历了职场洗礼后,依然保持着纯真笑容的女性。 而杨子的麦成欢,则是那种即便身处复杂环境中,依旧能保持一颗温暖心灵的邻家女孩。 两人在演技上的把握,精准地抓住了绝色的灵魂,让观众在欣赏剧集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绝色背后的温度,无论是谭松韵的季星,还是杨子的麦成欢。 她们在与徐凯搭档时,都展现了各自的魅力,谭松韵的独立与坚强,杨子的温柔与智慧,这些特质不仅让她们成为了剧中的亮点,也成为了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存在。 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影视圈,每一位演员都有自己的舞台。 而谭松韵与杨子,无疑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,只要演技在线,每个角色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风景,你比星光美丽与成欢技的成功,离不开谭松韵。 与杨子的精彩演绎,她们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霸总小娇妻,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演技与角色完美融合带来的成就。 不知这两位小娇妻,你更喜欢哪一位呢?毕竟CP感这东西,至于谁更有CP感?这就像是问奶茶还是咖啡更提神,全看个人口味了。 不过,可以肯定的是,两位女演员与徐凯的搭档,都是颜值与演技齐飞的神仙组合,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嘴角上扬,心里乐开花。